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射手ADC特别容易被秒 团战刚开始自己就被对面切掉了 从而导致团战打不过对面 对线被对面压制 而且特别容易被对面打野和法师game 那么你肯定没有做到我在这支影片所提到的重点 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支影片 我保证你看完影片后也能跟我一样玩射手ADC全场 Hello 我是AOP NUNA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传说对决和王者荣耀 这种MOBA类游戏的打法思路 是观念 实战技巧等教学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支影片 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我们按照老规矩 我们正式开始猜 先欣赏一分钟的精彩盒子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也要番奏 我按赏一个明信 我的精彩盒子 点判中 咱们先试试 我看我的心 咱们先试试 好 dot 我打开 啊 小白鼻子 特色有尊散 メィオ 毫無淺的星球 只要你我 讓我猜心才能觸碰到他 武方中入防禦塔 這台被攻擊 正映 由於跑步行動 一路到達到達了 可見 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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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让我们回到本期影片的主题 射手ADC应该怎么玩 首先我们要理解射手ADC这个定位 他们全部都是后期发力的产物 基本上要个10分钟 负着15分钟后装备才能够成型 还有carry的能力 所以我们首先的任务是保证自己的发育 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全服最强的射手甚至是职业选手的射手 他们的核心玩法思路都一样 在对线期尽量做到补掉状态 补好每一个小兵 吃到每一个野怪 发育期在保证自己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 吃到更多的经济和资源 成型期在尽可能保证自己安全的提前下 打好每一波团战 这里核道发生小规模团战 我们立刻职员配合队友拿下对面的打野冲击 接着尝试追击对面的法师潘因 技能增加攻击范围拿下 然后这个大象肯定是打不动的 所以我们消耗一下就可以了 拉兹就喜欢打我脸 我们补一下伤害 然后直接大招眩晕对面凡恩 最后开意增加范围配合打野猴子拿下对面射手 然后我们直接吃塔伤害走 不确定对面打野有可能再合到 清理完兵线吃河线 不跳时才能长高高 然后有机会就多推塔 因为还没到四分钟的原因 防御塔是有护甲和免密伤害的 我们先撤退 等自家兵线过来再用一技能强化攻击 推掉下路防御塔 四分钟左右推掉射手防御塔 如果对面没有逆风刺路 这一把就已经输一半了 这里我想开魔龙的 但是看到对面还有蓝霸服 我们就尝试一下 对面都来了 我们就撤退回去开魔龙 对面莫托蹲在草丛 我们留一个大招随时准备炫兵它 拿下魔龙 然后配合美娜收下莫托斯 小地图看到对面打野法师都来了 我们先回下路草丛蹲一下 对面回中路打架了 我们就立刻支援队友 打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能打到谁就打谁 不用着急输出 要把自己当福星 你才是最重要的 清完兵线我们尝试退一下对面的中路防御塔 这里美娜勾回来了我们不伤害 成功收下对面的法师攀音 然后去下路清理兵线 就是哪里有钱去哪里 很简单的道理 玩射手就多用技能探草丛 保持这个好习惯 你的KDA会很好看 然后这个辅助美娜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们很厉害 所以才会这么舒服 有个会玩的辅助也是成为顶级射手的一步 射手很吃宝布 这里的话对面拳来了 我们边打边撤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输出 顺移拉开也无济于事 对面五个拳来了 这种就没办法了 复活起来我们先把中路兵线清理干净再做打算 然后借一下美娜 只能换一个莫托斯也尽力了 其实这一把很好打的 但是遇到的三个路人队友都挺笨的 不会玩 像自家射手已经下路起飞了 其他三个笨蛋不会来跟着你 想想就生气 真的找个班上吧 连小屁孩都不如 躺赢都不会 这里也是因为我的站位好 一直待在防御塔附近 不然就被潘因秒了 这也是射手法师都需要学会的一刻 尽量站在安全的地方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输出 才能让伤害最大化 接着我们开一技能扩大范围 把中路防御塔拆掉再清理平线 然后就是带领队友打完魔龙刷 经济发育 我们直接跳到团战 这里第一时间我放顺鱼了 但是一强化恢复没按出来 差一点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做魔抗星灵了 不然很容易被对面攀音秒掉 然后这里打团也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对面摸不到我们 可以看到这三个八气队友能有多本 集合都点烂了 就是不来人 没办法 我们吃完红buff再去中路守防御塔 摸一下对面就赶紧撤退出来 如果被对面射手凡恩晕倒就没了 这里也是多用技能探草丛 然后打团注意对面虫子大招 不要有欲 快扑到了 我们就果断顺移拉开距离再持续输出 然后来到这一波 大家学学我这个朋友完美娜有多果断 直接顺大 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学习一下她的果断 有时候真的很有用 接着回头和对面打团 还是那个注意事项 和对面保持安全距离 能打到谁就打谁 不用着急输出 也不要怕没有输出 队友倒了我们就先撤退 要学会渐进行事 有啥吃啥不挑食 这里拍音大过来我们走开在平安收下 然后过草丛用技能探一下 打中人我们会有一个加速的 接着清理冰线 买了魔抗先灵后 我们打开商店预购一个 互火加以防万一 这里消耗几下本来打算撤退的 但是猴子上了 我们也过去补一下伤害 收下辅助大象 再用大招睡眠对面虫子 小心虫子大招快好了 我们先撤退 小地图看到下路有冰线 我们顺路刷个野怪再去吃冰 刚才对面潘因说我有点像开图 说实话我还挺高兴的 因为这代表我的衣室已经堪比开图玩家的 算是一种变相的认可 我们推掉下路防御塔 再接着清理冰线 对面谁过来我们就打谁 为现在后期了 是我们的天下 而且我们做了魔抗仙灵 不怕对面潘因一套秒掉 大招睡晕对面反应差一点 我们继续打对面摩托斯 同时也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把对面都打跑就可以推他们的主宝水晶了 只成功拿下本局游戏的胜利 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留下你的点赞评论和分享 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 你的点赞评论和分享就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 谢谢大家 最后我是AOB明日Nine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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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